我剛才說的這裡我幫你扣一下 你如果答對我給你一個禮物 好 和鄉親玩起有掌珍答 來請得到桃園母雞戴小雞展現親民 來來來來 這飛帳我給你 口罩給你 你如果勾有 我也不勾 但就在他跑桃園行程時 另一頭萬里老家再報爭議 會這樣問是因為西美市府大隊人馬到賴清德萬里老家要丈量 確定他的使用面積來課徵房屋稅 只不過 卻只能在屋外 西美市府稱吃了閉門羹還秀出公文 直早在上一週就發函通知所有群人 內文寫到有關代理申報 萬里區中幅84號房屋設立稅籍案 定於113年1月4號上午10點半到現場勘查房屋內部 排完日期是去年的12月26號 都不知道要跟我們問有的說 市政府的 說市政府來丈量 你算 我們辦理家 我們辦理家 我們在副總統老家房屋稅爭議 新北市稅間處查五房屋稅籍及繳稅資料 以兩次花文輔導當事人依法申報 房屋稅是依市內實際使用面積課徵 因此市府西至現場進行會堪 並於一週前 含請當事人配合辦理 但當事人今日未出席 以未通知市府改期 市府人員僅能就房屋外觀構造及面積等 進行初步勘查 初步判斷與老屋結構不同 會屬賴伴手術之礦期工療修散 因為新建 市府將在與當事人聯絡 請其依規定配合後續房屋稅及設立事宜 新北各案奉領導人要有守法觀念 新北市財政局宣稱 今天去丈量賴副總統萬里的老家 卻鋪了空 這是選前惡意操作的小動作 新北財政局明明知道 這個案子已經有代理人在處理中 卻不依法通知 而是突然跑到現場突襲 再對媒體放話 謊稱賴家人不肯配合 侯市長選情再怎麼交集 也不該動用公權力抹黑 如此泯滅人性 真協的情況 是新北市在12月來函通知 重新申請房屋稅籍 當事人委託了專業人士 是在期限內已經完成送件申辦 送件的資料經過建築師丈量確定 老家內部坪數總共是29.3坪 遞建後在今天 新北市派員到現場丈量土地 我們的態度始終不變 一切依法辦理 但財政局又說 他們沒有收到委託書 所以按規定本來 就是寄給房屋所有全人 省佔倒數各位數字 賴清德萬里老家 又再度掀起攻防 TVBS的劉欣慧無可理 組合新北桃園財寶報導 1月13日 鎖地TVBS新聞網 致電視 1月13日 兩日 另外